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的337调查 美国Auto Robotics公司指控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对美出口 载美进口或在美销售的无人机及其组件侵犯其转利权 随依据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337节规定提出申请 公开资料显示 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DJ Innovation 2006年由香港科技大学毕业生汪涛等人创立 是全球领先的无人飞行器控制系统及无人机解决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商 客户遍布全球100多个国家 致力于为无人机工业 行业用户以及专业航拍应用提供性能最强 体验最佳的革命性智能飞控产品和解决方案 截至2016年 大疆创新在全球已提交专利申请 超过1500件 获得专利授权400多件 涉及领域包括无人机各部分结构设计 电路系统 飞行稳定 无线通信及控制系统等 据了解 337 调查的对象 为进口产品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 以及进口贸易中的其他不公平竞争 以下为商务部消息原文 商务部消息 8月30日 美国Auto Robotics公司依据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337节规定 向美国际贸易委员会IPC提出申请 指控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对美出口 在美进口或在美销售的无人机及其组件 UNMT N N E D K V R I A L V E H I C L E S A N B C O N P O N E N G S D A G R L O F 337 调查 是指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U N I T E D S D A T E S I N T B R N A T I O N A L T R E D E C O N M B S S I O N 简称USITC 根据美国1930年关税法 TerraFacto 1930 第337节简称337条款及相关修正案进行的调查 禁止的是一切不公平竞争行为 或向美国出口产品中的任何不公平贸易行为 这种不公平行为具体是指 产品以不正当竞争的方式 或不公平的行为进入美国 或产品的所有权人 借口商 代理人以不公平的方式 在美国市场上销售该产品 并对美国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损害威胁 或阻碍美国相关产业的建立 或压制 操纵美国的商业和贸易 或侵犯合法有效的美国商标和专利权 或侵犯了集成电路芯片不图设计专有权 或侵犯了美国法律保护的其他设计权 并且 美国存在相关产业或相关产业正在建立中 337调查的对象 为进口产品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 以及进口贸易中的其他不公平竞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